所以70岁以后尽量不要跑步 快步的走就可以了 70岁以后连快步都不要 正常的走就好了 因为你的膝盖已经有点问题了 你的心脏也有点不对劲了 你就别讲别的 就正常的走吧 你能够脱鞋走就更好 听说这个样子都能够把肿瘤给肿掉 我这里我今天不是来讲肿瘤的 我提醒各位 人一得了肿瘤就是所谓的癌症 不要马上化疗放疗 那个就是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 因为化疗跟放疗是好坏都杀的 我不想去跟医生争辩 我们家四个学医的 我也不想去跟医生吵这个事情 我只是告诉你 我跟我老婆两个决定 我们两个哪一个得癌症 我们绝对不化疗放疗 脱下鞋子就不断地走 不断地走 每天走半个小时 就可以把它走回来 把这个肿瘤给它走 走得稍微小点 然后吃清淡的东西 尽量吃清淡 肉就尽量少吃 淀粉也少吃 这样子还要死 那就认 我干嘛要死在化疗放疗上面 让自己那么痛苦 所以我们两个人决定 绝不化疗 绝不放疗 也绝对不插管 我们两个都签了字 医生医院在台湾 电脑一打开就说 这两个 这一个是不化疗 也不放疗 也不插管的 我拒绝临终急救 没有意义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就这样子很快就走了 反而很好的生活 很放下心 不在这走路的 反而一直活着 现在 我一个朋友得癌症 十五年到现在还在 我另外一个同学得癌症 今年出 上个月走了 今年一年没过 他已经走了 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一个还是我的同学 那个得鼻炎癌的 我的那个好朋友 十五年还在 每天还在上班 那个得肿瘤的那个 今年春天过年左右 就是我听说他得癌症 上个月我回台湾 他挂了 他走了 我同学 我高中同学 你看就这个道理 好再回来讲这个跑步 我不是不赞成你运动 是不要在街上 你街上的空气最脏 我现在请教各位这件事情 空气是不是热胀 冷缩 有密度的问题 太阳在中午的时候最大 所以由于热胀 空气的分子最小 密度最小 于是这个空气的例子 就通通通上升了 一直到上空 一万两万公尺 所以上海的天空 在中午的时候 这些空气的例子 通通上升到一万两万 甚至三万尺的高空 一到了下午 温度开始下降 它的密度开始加大 那个空气的例子就开始慢慢的下降 晚上 例子就全部下来 半夜到凌晨 是空气密度最大 例子最多 而空气最脏的时候 你起来跑步了 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空气过滤机 你的肺就是过滤机 把脏空气通通由你的肺来过滤 有的人更滑稽 还跟着汽车后面跑 哎呀我的天 那不使得早一点 他的肺炎有问题 转发快乐 收获快乐 转发正能量 世界更美好 看完的朋友动一动手指 转发一下吧 系会 免费视频群社区 右上角点击搜索 再点击公众号 输入系会 关注系会后进内部群